在市政府公务处长陈耀川以及都发处长谢孝坤和中山区区长徐亚文等人陪同下 机动市长谢国梁和中山区四位市议员宋伟丽、张炳君、施伟正以及郭美秀和当地和庆里长陈家和等人一起会刊大庆大城社区道路 同时市长宣布一个好消息就是市政府已经在沿逆办法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 包括影响道路安全等因素未来只要经过委员会认定后就可以由市政府来施作改善 而有3000多户大约1万人的大庆大城非常有机会成为第一个施行的社区 市长谢国梁也强调明年将会编列预算大约分两年分阶段为大庆大城社区重铺道路 也获得中山区不分党派四位市议员的支持和感谢 大庆大城的社区老旧道路的问题已经困扰了大庆大城的居民民众长达超过20年 过去大家都以为是因为是社区的道路所以公务资源没有办法进入跑步 但是我们比照台北市有一个道路认定委员会 只要是跟安全有相关有安全的疑虑的话 那经委员会认定后即便它是属于社区的道路 公务资源也可以编预算来进行跑步 那么我们初步认为大庆大城做这样子的一种处理很有必要 所以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道路认定的委员会正在经过市府的程序 通过后我们会把大庆大城列入第一个开会的案例 假如这个案例通过以后 那么我们就会编列预算 我相信明年度我们会来编列 让大庆大城这些所谓过去大家认为是社区的道路 因此公务资源没办法跑步的 我觉得机会很大 我们会来规划好认定完成后来进行跑步的动作 里长和议员们也立刻把这项好消息告知 也在现场关心的民众们 而听到市长谢国良可以解决困扰 已经非常非常多年的社区道路问题 大家都很开心也非常感谢 而根据市政府公务处出估 重新刨铺整个大庆大城社区道路的经费 大约需要五千万元左右 不过四位市议员宋伟丽、张炳君、施伟正以及郭美秀 都异口同声强调一定会支持这笔预算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